很多的檢討建議 大家有沒有聽得很清楚 我就不再贅述了 那麼尤其最後 我們這個自治條例裡頭 這個土地自然保護 這個自治條例跟行政調查 適當的引進警察的力量 可是又不能夠太夠為over 我們還是要透過正當的行政程序 法律的程序來進行 那麼除了這以外 我們在衛生局現在還要有兩個自治條例 一個大概就是食用油脂的不一樣的自治條例 這個部分是這個 貴婦部這邊的法庭力 還不充足的地方 這會我們衛生局現在正在找出這個自治條例 還有一個餐飲業 食用點料 或者調味料 藍鹽的標示 這個標示 或者放來 這個又有漏洞 所以大家都想 這個可不可以吃 能不能吃 到最底層的我們的消費者 這些鹽料 或者調味料 你的藍鹽的標示不清楚 那我們這個沒有法律的依據的話 我們有十萬個要去查 A文件 所以我們除了這兩個 還要加上這兩個 兩條自治條例 那麼我們終於中央不足 就要我們獻得還不足 可是我們也發現 最近總統召集的 國家 國安的十萬回憶 已經要用行政命令 請警察的力量 禁煩 所以它有個靜安專案 那這個靜安專案是到 11月20號 那我們這一段的聯合機場 本來是到這個月底 那我們也配合 這個行政命令的部份 我們做到聯合機場 就到11月20號 而且本來把警察引進來 那麼如果有一些成果 我們要這個成果呢 就要讓我們的各個警察 這個派出所 把官司去確保戰果 不要讓它死非復戰 我們也要做到這一點 所以這 現在國安十萬回憶 是用行政命令的 那現在我們 這個知識條例 同時是成果要確保 確保之後不要讓它再犯 大概我們就要成層的要維複 希望我們把朋友做得最好的地方 對他們的行為